多肉鸡娃娃和水蜜桃的区别 水蜜桃和鸡娃娃都属于多肉植物 但是很多人都感觉水蜜桃和鸡娃娃 这两种多肉植物长得非常相似 甚至大部分人都认为水蜜桃和鸡娃娃是一样的 那么水蜜桃和鸡娃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植物呢 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鸡娃莲原产于墨西哥奇娃娃区 花友们习惯地称呼为鸡娃娃 因蜘蛛的美丽夜间红韵 过有贵妃醉酒的风韵 过去也被叫做杨贵妃 水蜜桃应该是跟桃太郎有关系的 而桃太郎又是鸡娃娃和卡罗拉的杂交品种 所以两者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